齐木驴到底是什么刑罚 难道一定是女性专属 齐木驴又叫做铁莲花 在史料中常常为定住犯人手脚的刑罚 而在人们的通俗记忆和小说里 被认为是针对不忠不守妇道 女犯人的残忍惩罚 那么他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 让古代犯人闻风丧胆惊严举万分 其实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齐木驴并不单单针对女犯人 他的最初惩罚方式 是用钉子定住犯人的手脚 就算是男罪犯也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比如历史中宋代就这么一个案例 建言元年蜜州之父赵也临阵逃脱抛弃城市 被蜜州君族抓住后 受到齐木驴的惩罚 但史料中只有定手脚的记录 至于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或许在小说中常见 在全球首部颜色3D电影 肉铺团之极乐宝剑中 一个场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女主角身下齐城的木驴 有一个自动装置 当她坐上去的时候 狱卒就会拉动开关 触发装置铁莲花在她的身下一开一喝 还会旋转不停让她痛不欲生 而在清朝小说《狄宫案》中 对齐木驴也有记载 木驴大概高三只 四条木腿下端装有车轮 驴身中间有鞍筋 鞍筋之上还有一根圆柱形木驴 可上下移动 随着车轮前进 木驴也会上下运动 这个刑法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专为女性使用 但是《狄宫案》到底是虚构的小说 历史学家很难找到历史依据证明其真假 而根据一些严实所说 齐木驴内部还有一个装置叫做铁莲花 如果犯人不老实交代 官衣们就会对女球的下体进行折磨 本就是最敏感的地方 哪里受到这种折磨 女球就算疼痛男人也必须忍受 时常发出厉鬼般的哀鸣 令人痛不欲生 你怎么样 你上帝吗 齐木驴到底是什么刑法 难道一定是女性专属 古代一位硬汉也死于此行 而根据电影《肉铺团之极乐宝剑》 女主角兰燕的回忆 自己齐木驴就已经非常痛苦了 如果再加上铁莲花 那该是多么的可怕 以前的女球犯真是太可怜了 据说第一次出现女性齐木驴的惩罚 是在北宋时期 而且在《水浒传》中 盘建莲和西门庆这一对 肩夫淫妇被杀害后 武松还不忘找到始作俑者王婆 这个王婆经常干这种缺的事情 于是被人拉出来判处刮兴 先有四条长钉把它钉在墓驴上固定好 然后东平复印判了一个瓜子 王婆被人拥护入街市 两声破鼓响 一棒碎罗鸣 前面有人引着王婆的墓驴 后面有多根棍子催促 受尽了寡行之苦 北宋时期的墓驴其实还有所分别 它通常是一块椭圆形的木板 下面和通常一样有四个滚轮 但是离奇之处在于 它的被弓带有弧度模仿驴本 除此之外 中间长约一尺宽约二寸的木棍 赫然立在正中央象征驴球 当女犯人被判处死罪后 全身要被扒光 言明正身之后 让衙衣们将她五花大绑双腿分开 对着驴背上的木棍坐下 粗糙的木棍直接进入驴球的下体 这种疼痛就足以这么好一阵 接着他们用铁钉把驴球的大腿 钉在墓驴之上 防止其挣扎 接着由四个身形高大魁梧的男人 抬起墓驴的四角进行游街市中 根据有关资料 部分地区如河北山东 在骑墓驴过程中 还增加了带刺的精条 骑墓驴到底是什么刑罚 难道一定是女性专属 古代一位硬汉也死于此行 这就是《水浒传》中的混棍 一边派人用精条抽打犯人的背部 一边控诉其罪行 比如王婆在遭受刑罚时 旁边狱卒就会高喊 淫妇王氏于某月某日犯某罪 与此墓驴游街市中以警校游 莫如窃身之下场 而且除了私处 女球其他地方也会受到伤害 有的地方还会抽打 女球的胸部和臀部 一来折磨令气加倍痛苦 二来增加其内心的愧疚感 当中射死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 骑墓驴又经过了一些改良 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 将女球掉起来放在木柱顶端 然后将木柱上端戳入女球体内 放开后利用惯性下坠 最惨的墓驴与女球身下的木柱 从体内穿出 而此时的女球尚有知觉 却因失血过多而死 到了清朝 骑墓驴又一次得到了改良 这使得木柱上的木柱 连接了偏心纹类似的可活动机关 在轮子运动时 她也会随之上下运动 在女球体内上下抽动 部分木柱不仅有一根丝处的木柱 后面还有一根用于肛门的木柱 这些都是为了在游街的时候 增加女犯人的羞耻感 让其羞愧难当 不仅身体受屈辱 心里同样承受更大的压力 而在游街的时候 女球受刑时不允许穿衣服 并且在公众场合要被迫展示下体 胸部以及肛门 还有人在受刑前 要遭到牙抑的轮肩或者是复刑 目的就是为了剥夺女球的自尊心 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下方留言参与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